好 歡迎大家回到逢星期三晚的樂器米時間 今晚繼續有我 你們的節目主持 軒尼 還有阿朗 今晚我們的節目主題就是電影中的難民 為何會講這個題目呢? 最近半個月 其實也有一個月 最有的難民問題 每日新聞都聽到 新鮮的東西都聽到 今晚嘗試用難民這個主題來推薦一下 有甚麼電影可以給大家看 我們今天講的幾套電影都是從不同國家來的 讓大家知道 除了敘利亞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國家都有各自的難民問題 今晚我們講的第一部電影呢 就是Hotel Rwanda 即是盧旺達飯店 這部盧旺達飯店是2004年的電影 要講一講背景才知道 盧旺達在1962年之前 都是比利時的殖民 但是比利時的殖民者呢 應該再放一個前設的 盧旺達有兩個種族 最大的種族群 一個叫做胡桃族 另一個叫做陶西族 其實胡桃族是遠遠比陶西族的人多的 他都佔了八成的胡桃族的人 陶西族大概十多個% 但是呢 比利時的殖民者呢 在那時候居然是給少數的陶西族人 去統治這些胡桃族人的 那麼呢 當比利時交還國家給這個 這個浪達的時候呢 居然是把權力給胡桃族的人 你有沒有覺得 阿朗你這樣聽起來 是不是很搞事呢 這個似乎是故意圍留一些問題 給你去處理 這些殖民者真是威死賤 不是每個都是的 不是每個殖民者都是這樣壞的 Lady 我是說Lady殖民者 剛才說Lady 導致 盧旺達這兩個族群的矛盾 有一家劇 加上胡桃族人政府上台之後 就不斷地通過電台 甚至一些傳播媒介 去散播一些種族仇恨的言論 其實這兩個族群之間的關係 其實都相當之劍拔老張 其實是 94年胡桃族的總理就被刺殺 不知為何飛機被一回不知名的導彈擊落了 於是胡桃族就一口咬定 其實是屠西族人的所謂 於是發動大規模的屠殺 故事呢 就是發生在現在的poster 當然是最大頭的男主角 就是當節到美國黑人演員飾演的 那Paul就是一間由比利時洋開的酒店經理 那他自己是一個老婆 他很有趣的 男主角Paul就是這個胡桃族人 但是他太太其實是屠西族人 那我也相信大家都會猜到那個衝突位在哪 當胡桃族是帶他剿殺這個屠西族人的時候 身為一個胡桃族人 又是一個屠西族人的丈夫 那他應該是做一個什麼的抉擇呢 那還有這間的龍王達的飯店 在這個這麼凹凹凹凹的時勢裡面 其實就成為了一個 他們自己都標榜說是一個 Oasis 即是 Oasis 沙漠中的綠洲 甚至乎在暴亂爆發的時候 這間酒店是做一間 成為一間叫修容 修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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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一個戰亂的情況下 有不同的人 其實都希望和平的人 都會躲在那間酒店 我們講到國內 到底在這個國家裏面 外國人會如何看待這件暴亂的事件 當時國際社會普遍持不干預的態度 因為大屠殺事件發生在1994年 剛好當時美國干涉了 有沒有看黑鷹15小時 我沒有看 抱歉 我想不起這個國家 他們是干預了索馬里的內亂 結果美軍當時是損手爛腳的 也被很多國際社會指責美國人的所謂 所以他們這次羅安達的事件 就決定不干涉了 我閉時再被人救病些什麼 還有其他歐洲國家和聯合國的維和部隊 也帶了一些西方人簽來 也可想而知 所有的白人和一些 在這個國家以外的外國勢力 都離開了這裏的時候 也可想而知 其實這間酒店 會變成一個自生自滅的地獄 有一點點想補充 為何這些白人會離開呢 其中一樣在電影中也提到 就是因為這些人對他的選舉 是沒有幫助的 很直接地說 是啊 韓國、維和部隊的首領 亦跟Paul說 你的名字真的很賤 對於那些白人來說 是比一張選票還佔過一張選票 他還佔過美國的客人 當時他用了一個N字頭的字 去形容 形容到他們是一群 完全沒有人理好低下階層 對於那邊你個人來說 其實真的是WFC的人 這群難民 所以Paul 其實就變成了這間酒店裏 最大的人 於是這部電影 即是亞伯瓦寶羅的名單 即是亞伯瓦寶羅的名單 你有沒有看到蘇達拉的名單 有 就是這個盧瓦達瓦寶羅的蘇達拉 對 利用他這麼多年在酒店裏面 即是 服侍和結交了這麼多 一些外國的政要 一些重要的人物 希望在災難來到的時候 是可以得到一些協助和庇護等等的東西 從這個 跳出來 不要說這麼多劇情 其實大家如果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種族的問題 這個屠西族和胡桃族的一些矛盾 其實全部都是一些 一些 一些 服仇心比較重 比較背後有勢力一點的人 去指示 如果你是微觀地看一些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其實你會看到 這些人 兩個族人 其實是很和平的可以相處到的 例如 男主角他跟他老婆 有其他的員工 或者是一些街坊 倫理 全部 可能是不同族的人 但他都可以很和平的相處 不過就是有一些 有些勢力的人 或者叫大聲一點的人 我們叫 就去指示這些人 去影響這些人 而去令到這個問題去產生 嗯嗯嗯嗯嗯嗯 那麼當這個災難降臨的時候 剛剛都說了 其實這些西人 可以幫到他們的西人 其實全部都走了 對呀 聯合國都只放回四隻小竹 對呀 那麼所謂人道主義 剛剛都說了 就不如一張選票 這些大義 真是很現實的事情 那部電影中 演外國記者 Walkin Phoenix 都說 一百萬在西方人的眼中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數字 那麼大把 當每一天 即是他們 在這個 因為他們是做外勤的記者 他們傳回新聞片段 和訪問回到國家 他們都預期了 就是 他們傳回自己國家的國文 都只會對著電視機說 啊 這個國家真是可憐 那這就視乎 但是又不會再做些 但是不會再做些什麼 轉頭繼續吃 他們自己的晚飯 上床睡覺 第二天早上早起床上班 等等之類 那其實真是一樣 相當之 可悲的一件事情 是可悲 但是是一件很現實的事情 剛才你說的那個記者 他出場的時間 真的不多 但是真的可以令人很深刻 因為他說的東西 全部都是真的 對 甚至乎 在離開這個環環大飯店 認識了一些黑人女性 他都只是塞回一堆 只能夠給一些 在那時候來講 已經變成廢紙的鈔票 對 結果呢 但是也不要看少一個黑人的力量 可以 大家可能覺得一個人 有什麼可能救到整個 屠西族的屠殺 的而且在這一場的暴亂裡面 是有一百萬的屠西族人 是被屠殺的 你想想 都七分之一個香港 很恐怖 其實都 但是Paul呢 在這一場的屠殺裡面 是救了一千個屠西族人 雖然你看到數字可能很少 比較上 但是在那個情況之下 他已經盡了他 救贏一命 聖造七級浮屠 師兄 對 這回都是相當地 彰顯到災難裡面的一點的人性光輝 畢竟在他周圍的環境 都是相當之現實 是殘酷的現實 對 在過程之中 其實大家會看到 他可能遇到很多的 被人迫在牆角的情況 但是他都利用他的智慧 運用他的智力 去一一這樣解決這些問題 那我覺得這些的 這些 你看到他解決問題的方法 大家其實可以學習的 還有一個位置我挺驚訝的 就是 有一個位置本身是 整間酒店的員工 就不想做事 那我就覺得 沒有老闆指揮之類的 然後他就 有一段激勵的說話 去叫他們 你們一定要去 繼續去運 去營運這間酒店 嗯 那後來大家現在 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 他本身 送了他的老婆子上車 但他又跑回 本身他是有權 上車去 離開這個地方 但他都決定是回回 去繼續保護這間酒店 嗯 其實如果他不是這樣做的話 他現在後面的人 全部都是炮灰 都已經是 所以 其實 Poly Down Poly Down 其實是真人真事 不是虛構的 大家也可以搜尋一下 Hotel Run 或者搜尋 盧王達事件 事件 都真的可以 找到很多相關的資料 好 今節說到這裡 我們先休息一休息 回到我們 講一下 韓國的 南無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